今天我们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你到我们慧城有件公司的创办人刘历成先生还有谢家慧女士两位好 你好 你好 想要请教一下就是慧城有件公司据我所知就是取你们两位名字当中的一个字来做结合 肯定就是两位对于很多事情有共识然后才可以把这个慧城成立起来的对不对 稍微跟我们讲一下就是是怎样的机缘你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合作然后进而就是把这个公司成立起来 要从你们相识开始讲起吗 让我讲 因为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初期完没有马上成立公司 对然后那时候我开始就是我的我那时候是以除抽挖这个项目刚开始 然后我那时候早上会去开发很多客户公司行好 那我下午有空就去开Uber 然后后来因为这样是载到我现在老婆 我们是因为这样认识 然后后来因为这样的认识之后后来就觉得他我自己有创业 然后我老婆自己有创自己的业 那我们干脆就是我们就是成立一间公司 然后就想说把我们的项目就是比较合法化的在正规的在经验 对那很多人去那个公司取名之后去算命 对啊那我们就想一想不然我们就是一个名各一个名字拿出来 然后台语谐音也是会成 我们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开始会成 对 好那所以就是佳慧在认识我们历程的时候啊 就觉得这是个有为青年啊 很愿意就是跟他谈未来这样子 要不要讲一下 我刚刚当时候认识他我觉得他很认真 然后很努力 然后有责任感有肩膀 我就觉得他是个极有骨 值得可以再跟上一层楼 对那时候我看到的他是这样 就是很努力很想要让人生更好 想要把想要透过创业就是创造出不一样的人生风景 好那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们确实是以那个贵成有线公司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努力的目标 已经经过了七个年头了对不对 在这个当中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 比如说他是除臭啊是你们主要的一个产品对不对 那怎么样就是可以到现在 让你觉得说哇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事业 支持你的生活各方面 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 这个你来讲 应该说我们当时候我从除臭啊开始的时候 就是我刚好说我老婆自己 我来认识他的时候他也自己有创业 因为他是经营这个健康产业 因为他本身以前 因为他刚好学历比我还高 他是念台大 台大财经 后来他并没有走财经这条路 然后因为到美国去学了运动现代舞 然后拿到美国征兆 皮拉提斯是他的那个专场 所以他本来再回来台湾 他本来就是想要开餐厅或开皮拉提斯教室 然后因为这样子后来又因为朋友邻居的介绍 后来接触到一个健康的产业 所以他等于是把自己的这个状况打理得很好 所以像他今年年纪他虚岁50岁 还能长这样我觉得他很厉害 对我觉得他就是以身作者 对那那因为我们自己的袜子那时候刚接触到他 刚好我们有认识那个在中医界很有名的这个专家 那他也建议我们的产品应该要往健康这条路线走 所以也因为这样我的袜子和项目就跟我老婆的健康产业有做一个结合 对啊我觉得惠城其实这间公司就是有除臭袜的项目 那也有健康产业 所以我们两个其实是起头并进 所以刚主持人有讲我们其实很多是在共识的同时 我们跟一般创业的夫妻或许也很不一样 其实我们两个是24小时可以在一起 然后每天沟通很多事情 那当然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很享受的生活 我们是把工作跟生活把它结合在一起 你们沟通很有效率对不对 那当然因为他排大他速度很快 我一定要跟得上 对然后因为我自己以前有20岁 我拿到台湾的电网冠军 所以他有时候会开玩笑说还好我的头脑也很快 所以速度都要很快才可以 你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打扮啊 就是都已经是很快的决策出来吗 今天这样非常亮眼 今天早上出门前 老婆决定了 我说我决定我要穿这个 他说那他知道怎么配 对我们大概投了衣服应该一分钟之内 一分钟 真的 已经养成习惯了 跟我儿子也是 你今天没有支持到惠臣的一个除错话 跟你先生有支持到他今天把那个除错话 黄色对啊 你今天没穿吗 有啊 那个是另外一种隐形袜 对今天都有黄色 所以我们来讲讲就是 以这个除错话来讲很明显的 他的一个产业的定位是在仿织业 所以历程师是有看到仿织业 他目前的一个状态他是怎么样的 嗯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有真实深入到 就是就是类似像最近尾巴战争 你真的深入境地 你才了解实际状况 那刚好因为我对整个台湾的这个生产端很熟 因为我以前几乎都要每天去嘛 那我觉得以前的那个荣景我没有遇到 但是我刚好遇到这个就是中间到衰败的这个时间 那我觉得会衰败绝对不是因为这些工厂的这些老板不认真 我觉得是整个大景气大环境 我觉得这没办法避免 但是我们也要坦然面对 那其实我也会看到有些这台湾的工厂 他们有转型啊 他们有做观光工厂啊 那有的可能就是比较有接到比较大订单 几乎都外移到中国或越南 这个是比较大件 可是如果是死守在台湾的 其实我觉得很幸运是他们以前应该是有 有生意很好有赚起来 对啊现在二代有的接班可能还有一些订单可以做 但是有时候我去的时候我也会鼓励他们 其实要多出来看看外面别人在做什么 我觉得我能够帮忙的应该只有帮这个 我要给他们大订单是不可能 但是我能够帮忙是协助他们的二代多出来跟外面接触 至少可以协助家里做一些良善的转型 是会更好 那所以这个刚刚说的另外的这个部分 就是你们在做健康产业的部分 他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让你们能够挺住 然后你们也可以选择就是决定其他的这个部分 将来要怎么走对不对 那这个可以请那个嘉惠来跟我们说明吗 好的 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之前的COVID-19之后 其实整个大健康产业的趋势是不容忽视嘛 那马云也说下一个最大的产业一定是要跟大健康相关 但是很多人像现在房间很多年轻人要创业 他可能开例如那个叫什么健康的餐盒 或者是有钱的那想要投资健身房或SPA店 这都是很多健康产业的一环 但是在我觉得最终 我觉得我很认同我们所 这我这十年来经营的健康产业是 我们真的教别人知识 比如说我自己本身能够维持这样的身材身形 甚至在46岁的时候这么高龄 自然受孕自然产 然后我在43岁的时候也曾经被医生判断 我的卵巢早衰需要做人工 但是我觉得三年后也是透过健康知识 自己know how然后落实 因为我产下46岁产下健康的宝宝 那我觉得这一切我觉得在于 而我们对健康产业除了运动之外 因为我本身就是运动教练 但是真的饮食占七成 运动是三成 所以我觉得在健康的这一环呢 我们落实了知识的输出 然后又有系统团队的整个运作 所以我觉得不只真的帮助到别人健康 给他观念 然后又有系统团队 大家互相的一个支援系统 所以相对的不只帮助别人健康 让我们在这个财富上当然也都获得一定的支援 能够支撑到我们生活啊 家庭还有产业上的这个平衡 对 就是说大健康的产业的这个部分啊 跟我们的这个纺织产业啊 他就是在你们的这个 做品牌的这个思维来讲啊 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 对我们不管是做那个纺织 我们的足臭腕 他一定是离不开品牌的 就像我今天看到你 我们就认识你的夫妻 哇完全忘不了了 可是你要让那双袜子忘不了 或者是大健康 你在做其中的一个品项的时候 要忘不了 你这个东西要怎么做 他最重要的那个核心是什么 品牌精神的这个部分 在大健康的理念来讲 在大健康的部分 我觉得自己就是最好的代言人 就比如说任何一个创业嘛 产品他真的是不是能够受到客户的爱戴 我觉得产品 那我就比喻像袜子的话 真的我们的回流率啊 回购率百分之百 但对我们来说的挑战就是回购率太慢 就是回流率太慢 因为他我们的袜子排汗除臭又太持久了 穿了会让男人持久 就是就真的很持久嘛 所以回购率会比较慢一些 但是那个客户满意度是百分之两百 那在大健康的品牌的认同度 我觉得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品牌 就是如果我不是健康的代言人 我看起来不是健康不是快乐的 那健康不是只是健康的外形 健康的体态健康的情绪 我觉得健康的身心灵 所以我觉得我们用的是比较把自己做好 活好自己 然后活出我们想要的样子 那自然而然就会有志同道合的人而来 是不是这么说就是健康的东西 它其实是全方位的 对 包括健康的沟通 哦对 谢谢 对谢谢主持人的提醒 那个每对夫妻或者在创业者的伙伴之间 真的都需要沟通 那这刚刚你讲的健康的沟通 就是一个我怎么把我的想法说出来 但是不是造成情绪上的或对立的冲突 嗯 真的谢谢你提醒 健康的身心灵都是一个环节 对 你要不要讲个例子 就是你们之间的一个沟通 我想很多人会很好奇 你们之间的这个有效的沟通 从你们出世的第一天到现在 都始终如意吗 出世的第一天 哦 那当然不是 每个感情都是有这样子的衰退性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男女之间啊 台湾的男性大部分 比较不会表达自己的感受 台湾的男生 那我觉得刚好我一方面之前在美国六年的经验嘛 然后我觉得又是女生 我会试着把我的感受讲出来 然后去引导对方 你是不是也这样子想 那举例 因为他也是决断性很强很快的人 所以当我提一个想法 然后就这样做的时候 当我觉得好像还不受尊重 或你真的 你真的懂的时候 我会说 亲爱的 亲爱的也是他教我的 他会觉得我不要叫喂 台湾人都这样 亲爱的 你刚刚的那句话这样讲 我知道你意思应该是你懂了 对吗 但是我听起来会觉得好像被敷衍 你好像只是快速的讲过 但我不知道你是真的懂 那我要确定的 只是我们彼此真的有达成这个共识 所以可不可以麻烦你下次再多个一两句话 亲爱的你讲这样 那我理解了 你给我一个回馈 我理解 我不是哦好好那下一个 类似这样子 那因为我们随时 几乎24小时在一起 这对一些创业夫妻真的不容易 我们又要扮演失业伴侣 讨论策略 有时候要当孩子的爸妈 彼此的情人 有时候他当我爸 有时候我当他妈 对不对 彼此都 那我觉得这中间就是需要 对健康的沟通 但是一定要有健康的情绪 才会有健康的沟通 是 对 让那个情绪 看到的时候 他就有机会去往健康的那个地方去走 对 我想要请问一下 我们还是定位到 慧晨所带来的一个价值的这个部分 他不只是在除臭的这个部分 他在健康的 或者是你们将来 两个人出去无敌无双的这个推展的 被你们触碰到的项目都可以很成功的推展 你们的一个心里面 因为你们夫妻所产生的价值 然后所要 你们曾经讨论过的一个短中长期的计划 跟我们稍微讲一下 嗯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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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我以前没有遇过这样的另一半 那我觉得这样很棒 是我比较懂 女生到底要什么 也会知道 原来我跟一个人相处 要懂得把自己的想要的可以讲出来 那一方面我觉得对于我们自己未来的事业 我觉得就是把我们自己的本业 希望能够再做得更大更好 对 然后我觉得在做到更大的同时 我觉得我们双方的提升 其实我们有时候就像主持人讲的 其实我们外面接触到很多不同的项目 是可以由我们去选择 那就像你讲的 如果假设说我们自己准备好 我们有额外多余的时间 其实我们遇到合作好的合作对象 其实我们都愿意可以跟别人合作 所以我觉得短中长期我们不会去给我们彼此很多设限 我们反而会希望我们找到的这个合作对象是 我想要跟他成为一辈子的家人 我想要跟他合作一辈子 我觉得这样才能合作的长久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 对于创业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每个就是创业者都要像你们这样子 就是有机会 然后可以找到彼此 然后就是他是一个合伙的关系 如果说他是一个孤零零的 这样子一个创业者的话 他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你比较有感受 我应该说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也是就一个人 那我觉得主持人讲的很好 因为我觉得很多创业者即便他是刚开始创业或他是很成功 有些时候有些人是蛮孤独的 这是我外面常听到 但我觉得我那时候刚创业是我老婆 那时候刚认识我们还不是夫妻的时候 我觉得他那时候就是他有跟了朋友 他们有办这样子的商业午餐 那我那时候他就很鼓励我去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商业午餐里面 我们是看到很多各行各业的人 他们有时候每周会分享他们的创业里面 然后每周会可能他们有新的好的项目 或好的产品 或好的这个技术 有时候他们都会在那边推广 有时候我们每周去那边吸取到新的资讯 然后认识不同行业的朋友 其实这个就好比说我在创业的路上是不孤单的 你会发现有些人跟你一样 他也是很努力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接触到的一些资源部分的可能推荐给别人 我觉得一方面也对别人是一种帮助 那哪一天会我们会得到收获都不一定 所以我们是秉持这样的理念 我们会希望我们好别人也可以更好 我觉得我在你们夫妻的身上看到一个就是 刚刚一家会友讲到的 就是说其实这背后还是在于 你对知识能够非常好的这个吸收 你知识这个东西它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养分 然后让你们在很多的这个决策上面 有知识做的后盾 然后你才可以真正做决断 你今天真的非常开心 你将会还问什么话跟我们说的 哈哈哈 有什么话吗 你再帮我们补充一下好不好 我觉得如果对于所有想创业者 当初我自己也是想创业 我觉得第一个创业是一条非常棒的路 因为可以更认识自己 了解自己的限制在哪里 但自己的优势跟潜能在哪里 但是呢我们在努力的时候 埋头苦干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要抬头看看天空 一定要到外面像刚刚历程提到的 就是有这样我们这样很棒的午餐 各行各的交流 会找到灵感 然后甚至人脉可以共享 然后会觉得彼此给彼此力量 就找到一群一样是创业者的好朋友 就像我们今天独角他是一个很有这个就是荣幸 可以邀请到你们 然后我们也希望说独角真的 就算是艺人工作室 或者是说他的规模有多大 独角都是可以让你们在这个地方 把你们的里面能够很深入呈现 兴臣的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两位 谢谢 谢谢 再次的感谢就是慧晨有限公司的创办人 由立成先生跟谢家慧女士 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知道黄金夫妻 谢谢 谢谢 谢谢